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两年的任期中 要协助村支两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到现在 住村已经有一年了 在这村里面 没有学校 没有幼儿园 没有一个便利店 我站不了地上给他们搜的东西 就是七老八十的人 我在这儿待上三天 感觉和雨是隔绝的那一样 现在这也是把他们接近去掉东西的 做了瓶 虎玉村是阳泉市郊区的一个贫困山村 全村有81户 164人 其中34户人家是贫困户 年轻人都举家外迁 打工谋生 留在村里的只有六十多位老人 今天 谭永刚请示林科索的工程师 来讲核桃树管理技术 村里人早早地等候在村委会了 这样的果树管理传授 在山外已经很普及了 但对于虎玉村的老人们来说 还是第一次听讲 谭永刚在机关工作二十多年 初到虎玉村 怎样开展工作 一时找不准方向 只能从村民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入手 当时我来了这儿 具体是咋干 真是心里没底 收了秋以后了 昨天是以妹妹为主 当时前面卖不了 单位的同事啦 朋友啦 尝一尝好不好 好了 买点 人家要了天上吃 给人家送去 人不在家 给人家往楼上搬去 从卖米这些小事上做起 谭永刚赢得了村民的好感 但如何脱贫谋发展 却不像卖米那样简单 眼前这块 较大和平的七亩梨园 是六年前从省农科院引种的 优种玉鲁香树苗 本该到了挂果的年份 但由于一直无人管理 梨园里荒草疯长 枝头上依旧空空 这片树实际上是集体 我最近是想搞一个公开的 这个招头庙承包出去 承包梨园公告贴出去四五天 却没人响应 虎玉村的玉鲁香梨 是山西省农科院培植的优质品种 去年第一次收获 但一斤也没有卖出去 没有卖下去 原来都卖不了 去年冬天的时候 就是在游洞里 地下全是里 过一段时间捡一些 把坏的捡出来就造了 村里人觉得 谭书记能帮他们卖了米 也一定能帮他们卖了梨 在政府部门做了半辈子行政工作 到虎玉村 被村里人推的做起了买卖生意 今年刚刚挂果的时候 搞了一次任养活动 一说搞扶贫 单位的同事 还有我的朋友 还有自己家亲戚了 当时任养了70来客 你让他不是坡挂了 钱给了你了 保住那五十斤了 那给你二百块钱 到时候对面说 他不够 其他说给他不够 了解 再看我们同一个朋友 往他家抱去 咋不能 咋不能 你不能 总说这你不敢 起老家把上去 这当然是你也想了 任养活动 让几户人家看到了希望 但村里人 依旧没指望种梨树 能带来好收入 谭永刚走访了好多家 只有回村务农的杜牛小 有意承包这块地 他要承包了 找他来这儿打不回来 来到好算 忘记他 他就整着 觉得最好做价值才行 西南玉乡 是杨泉市的苹果种植基地 很多农户靠种苹果 有了稳定的收入 谭永刚带着牛小 跑了五十多公里 要他亲自考察一下 牛小城邦梨园 在谭永刚看来 会在村里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从而带动起全村 优质梨树的种植 虎玉村的脱贫工作 也就有了突破口 杜牛小承包了大和平的梨园 买回来一台拖拉机 多年的荒草被连根翻起 不开卡车回村务农 对牛小来说是新的创业 前些年在外边开卡车跑运输 每月能挣到四五千块钱 这两年活少了 钱也不好挣了 回村跟着父亲承包黎园 也是无奈之举 干什么事情 要是告其不 就一步都得 就一步说个事 你这奶奶经历了 就开始找 只能让他自己 没说的错 这钢铁是弄 肯定他不舒服 另外这垃圾 几次 浪费 不愿意得过每个人 来一大爷他通过这洋器来靠平 这铁苗适合了 几天就卖了它了 他们村里卖的人 平时村里也很少 他对方卖的行铁 他都给我们掌握不到 你说让他现在去买个铁苗 去哪买 他自不知道 渡来一老人 是谭永刚的精准扶贫户 养土鸡是他引导老人 增加收入的项目 看到小鸡活蹦乱跳的 老人想一下买近两百只 谭永刚考虑老人 没有养鸡的经验 好歹劝说下买了一百只 为了给老人 节省二百多元的运费 买好的小鸡 全部装进了谭永刚的小车里 原来十块钱一挣 现在来他有这事 让我还一挣了 几十不错 要他多给俩 我们家都不行 多给俩演 哎呀 阿苏吉幸苦了吗 我看你 他叫他 他叫他 他叫我 他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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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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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杜来一老人在与鸟斗争的时候 谭永刚带着肯定 和村支枯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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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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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